那是有這種鏡頭的面臟就要注意了 剛才白萊種秋色沒多久 如果感覺眼睛看不清楚 這就可能是得到後白萊種 疑心說後白萊種 將會發生在當過白萊種秋色的環節 而且有九千發生機會 改當對完頭來開始 有向白萊種 白色一條一條黏起來清除臺灣的現 但這不是地道 是人的眼睛 高雄一命五十五歲 休息日 台北五年前得到白萊種 去年四月因為倒入白萊種 已經影響勢力去做秋雪 想不到秋雪後 台有兩個月 近年又到後白萊種 過去白萊種環節年紀 主要在六十到七十歲以上 但這幾年因為三C 三片流行 在白萊種的年紀漸漸下降 也讓大家發生在當過白萊種秋雪 環節新上的後白萊種 在當年紀都在下降 醫師就專業經驗表示 有九千當過秋雪的環節 會出現後白萊種 特別是糖尿白環節 後白內臟的深層的原因就是把整個水清體把它清除清除乾淨 可是清除完的時候很多細胞是我們肉眼看不到了 所以說有些在裡面慢慢會移到後囊的地方 那轉移的過程呢 這個細胞會產生變形變性混濁 甚至替環節檢查白萊種的狀況 醫師標示 後白萊種雖然可以用歷史治療 而且不會更合法 但沒辦法以後 提親民眾 三C三片的流行 還未及幾何山都是最新白萊種的原因 導致完頭以後白萊種 才可以斷在後白萊種的可能性 記者談判有口正準格向報道